在积极镇从事吉普车特技表演已经很多年的王炳熙 大家都叫他吉普阿诺 日前他的表演特技的影片被CNN知名汽车记者放上网络 除了让外国人赞叹他的高超的开车技术 受欢迎的程度也让影片在一个月内就破了1000万的观赏人士 在办公中两台吉普车在平台上面维持平衡不会掉落下来 这惊险的场面让台下观众是看得紧张怒鸣 日前这段由吉普阿诺表演的特技影片 被CNN知名汽车记者放上网络 除了让外国人赞叹他的高超开车特技 所欢迎的程度也让影片在一个月内就破了1000万的观赏人士 我们有一个杂树有说王婉仲在美国纽约 他打电话告诉我 是是是是 你现在这个网络 美国人去给你录音 把他抛去联署 这个电业率 压死人 说千多万的电业率 1100多万 还有两台车 我们已经拨买到30年了 我也不知道美国人吃到这一行 竟然联署 美国外国的联署 一千一百八十几万 现在还一天几十多万了 我也怕一条 不论是单边开吉普车 或是在高台上高超的特技经营 与载客体验 吉普阿诺王秉夕 看起来是做得轻松又完美 但这其实是经过多年的练习 与失败才得到的成果 他的表演也总是让游客 赞叹他的高超技术 有很刺激吗 我觉得说他蛮厉害的 蛮危险的 蛮厉害的 看过这种表演吗 电视上有看过啊 没有亲自体验过 他做完的感觉就是很刺激 很像坐海盗船 又比海盗船更刺激 好玩 30年来每天在机器镇 从事吉普车特技表演的 吉普阿诺王秉夕 凭着他苦练出来的开车特技 火红到国外去 并得到光游的乐意状态 也不愧是另一种台湾之光 好玩